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五报 我是小丽 我们来关注岛内的消息 5月20号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职将满周年 台湾媒体最新民调检视 民众对蔡英文的满意度为28% 明显低于李登辉就职周年满意度37% 陈水扁的41%及马英九的38% 为历任民选 台湾地区领导人最低 此外 20至29岁年轻族群 对于蔡英文的满意度高达43% 与前任的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相比 同为首任就职周年调查 蔡英文就职周年满意度28% 明显低于同时声望受到白小燕命案冲击的李登辉37% 历经核四庭公复公正义的陈水扁41% 以及遭逢金融风暴的马英九38% 是历任民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中 首任就职周年满意度最低的 自从蔡英文上台以来 他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就没有平静过 行政团队每一项政策都会引发社会极大的分裂和争议 我以前觉得我当老师的孩子是很荣耀的 但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说不出来 其实那时候我第一句话就跟我小孩说对不起 他父母都是劳工 那一下大概会减掉3000块左右 那他就会非常的担忧 因为原本也只领一万次而已 他没有把握自己退休 他自己进入职场可以月领个五万六万 可以去养自己的父母 因为蔡英文当局的蛮横 年进改革让军工较心酸 也让劳工们绝望 连台塑集团总裁王文渊都在营业报告书中指出 因为蔡英文当局的劳工和环保政策 失当影响产业发展 而早在今年一月 王文渊就曾说 一利益休让他们的劳工成本增加了1.7亿元新台币 岛内民怨沸腾 舆论批评蔡英文的失败几乎来自施政的全方位 甚至连民进党自家人 所谓前考试委员蔡文斌也无奈称 蔡英文上台后 民进党本来有绿大蓝小优势 但整体施政评价确实不及格 但是蔡英文却一边自怨自意称 当领导人很辛苦 被骂很平常 一边把民众的不满推到国民党和大陆身上 更值得注意的是 蔡英文派系的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 日前公布民调 声称蔡当局连岸政策获得超过五成支持 七成二认为 不应该让部接受一中原则九二共识 有媒体分析 这份民调明显在预告蔡英文520演说内容 以及接下来的连岸作为 根据台湾民调显示 蔡英文的满意度是从李登辉以来 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上任周年 民调满意度最低的一位 东南卫视特约评论员唐湘龙 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蔡英文第一年满意度偏低 全都是自找的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上 他拒绝接受九二共识 企图用所谓的维持现状四个字 蒙混过去 所以不止维持不了现状 相反把现状做了非常大的改变 蔡英文的低民调 其实低到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因为这个28% 除了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他是台湾四任的民选领导人 从李登辉时代开始 在旧职满洲年最低的 蔡英文最大的特征 就是他第一年的满意度的偏低 全都是自找的 这个是最最特别的 两岸关系 OK 他坚持 因为他要拒绝九二共识 他要用所谓的维持现状的 这四个字混过去 蔡英文在这一点是没有办法做的 所以一年之后 不止维持不了现状 相反的 现状做了非常巨大的改变 还有一个就是 他自己所推动的一些政策 不管他对太阳花的特色 或者是说 他对陈水扁问题的处理 或者他一就任之后 他选择拿国民党开刀 以所谓的转型正义 不动党产之之名 几乎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追杀 这些也许让某些深绿的觉得大快人心 可是在民调当中都显示 绝大部分的民众根本就不care这件事情 至于一些牵动到大部分的人的公共政策 大家就觉得蔡英文做做的很糟 不管是年金改革所造成的社会对立 或者是一利一休导致的 大家说劳资政府几乎是四书的局面 包括最近他们在谈的所谓的前瞻的政策 大家觉得这个前瞻很明显的就是 你预期到台湾的经济动能不足了 两岸关系低档的关系 因此你必须要用砸钱去扩大内需 不断地制造所谓的假性 没有效率的公共投资 可是经过了20年之后 其实台湾的民众是看得懂的 台湾民众是知道 你这些是没有用的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立法机构16号召开会议 因为国民党团对所谓的前瞻基础建设条例草案的处理不满 再度发动文攻 要求表决并反对自己的提案 让主持会议的台立法机构负职负责人蔡奇昌 只能宣布休息协商 导致台立法机构又空转一整天 拜托国民党团 可不可以不要自己反对自己 台立法机构已经累积近700个报告事项 蔡奇昌16号早上宣布开会 宣读报告事项后 轮值的国民党党籍民伦们再度对提案高喊有意义 开会仅开不到5分钟再度休息 直到当天下午仍然是休息状态 对于开不成会 时代力量党民伦非常不满 没有人在主席台竟然不开会 我们当然知道院长家里有事 可是这不代表立法院没有大人 据报道台立法机构议场 这大半个月一事无成 2号国民党民伦站主席台一事空转 12号表决站两个小时后一事开始空转 16号啥都没发生也是一事空转 对此国民党籍民伦王玉民表示 民进党民伦没有耐心 不想开会不想花时间成本 却说国民党刻意杯葛 民进党不要只会武斗 也要学一点文工的策略 只要表决他们就赢 所以重点事实是 民进党的立委不想坐在那边开会 据报道台立法机构空转一天 也要烧掉一千多万元新台币 但不管怎样 民进党对于通过所谓前瞻计划 却是志在必得 可能会无限期的加开临时会 所以这个休会就等于没有休会 什么行程都不要排 对此台湾媒体感叹 无限期的临时会 希望不要再是无限期的空转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 今天还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来连线一下 本台的驻台观察员叶清零 清零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小丽 尽管蔡英文已经早早做好心理建设 面对这个低民调 甚至已经把自己的低民调做不好 推给国民党和中国大陆 但是不管他愿不愿意 这几天这种考试成绩单会不断地送到他面前 今天联合报又在头版公布了自己做的蔡英文上台一周年的民调 结果和我们前面提到的TVBS和中国时报的稍微客气了一点 但是也差不多 满意度降到三成 不满意度攀升到五成 依然是李登辉以来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周年民调满意度的最低 对此马英九办公室前副秘书长罗志强就说 与马英九就职周年满意度五成二相比 蔡英文足足输了22个百分点 对比绿营不断质疑马英九的表现 还马英九公道者 避蔡英文不可 这句话正被不断地应验 联合报的这个民调还问了对未来的展望 结果显示有五成三的民众对蔡英文继续领导台湾缺乏信心 三成七的人有信心 整体来看对于民进党完全执政以来的表现 有六成的民众表示是不满意的 仅二成八的人满意 一成三是没有意见 台湾媒体就分析说蔡英文施政满意度不佳 最惨的不是蔡英文 而是得和蔡英文一起再继续惨三年的台湾 今天中国时报还补充了一个蔡英文当政这一年的 经济表现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拼经济等于交了白卷 根据统计的数据显示 今年外资投资台湾的数字是历史新低 同时台湾民间投资成长率也创了五年来的新低 今年首季青年失业率12.07%是三年来的新高 台湾民众实质薪资更是倒退了17年 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祖嘉就表示说 一年来当局在拼经济方面是交了白卷 所推动的政策对于带动投资和就业的效果是非常小的 这很令人担忧 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报道了一则骇人听闻的新闻 台湾竟然发生了一起诊所重复使用针头 使患者集体感染丙行病毒肝炎 目前已经有五人确诊了 可能影响到上千人 这件事情发生在桃园市的一家诊所 根据调查这家诊所竟然还在用大量过期的抗生素 过期了14年的胰岛素现在还在使用 诊所的人员竟然说不知道重复使用针头会交叉感染 这也是台湾首次发生饼干病毒集体传染的事件 这件事情也为一项标榜医疗事业在世界领先水平的台湾 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尽管北京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经落幕 但是台湾社会的反思似乎才刚刚开始 今天中国时报联合报旺报的社论 都是有关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中国时报的标题是聚龙苏醒后的一场盛会 文章说 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正好今年是 这个一百年前的十月革命诞生了共产主义 曾经对人类前两次全球化造成影响 如今当西方出现反全球化浪潮的时候 源于共产国际而又结合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 反而是扛起了第三波全球化的大旗 这是历史有意思的地方 却也是当今市局的真实写照 联合报的社论是一带一路与TPP巨变下的台湾 旺报的社论是自外一带一路 失全球最大商机 这两篇文章都在提醒蔡英文当局面对新的国际形势 台湾的经贸和外事策略绝对需要重新检讨 本来台湾希望靠着美国的支持在第二轮加入TPP 即此扩大建立新的经济同盟关系 以促进台湾经济的升级 但是特朗普宣布退出TPP 使台湾的期待落了空 而一旦中国大陆参与TPP 两岸关系又搞不好 台湾加入即越发的无望 而一带一路代表的是中国大陆全球化的雄心壮志 反观台湾 执政的党却选择了一个不愿直视的鸵鸟心态 这将使台湾和世界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好 再把时间交换一个福州 小丽 好的 谢谢清理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台湾所谓高等法院 16号开庭审理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柯建明 自诉马英九泄密等案 庭中列出五项争议点 双方律师针对是否传唤证人 及调阅他案卷宗等激烈攻防 庭讯约两小时结束 柯建明向台北地方法院自诉 马英九涉嫌透过秘书通知黄世民到官邸 提供官说案监听与通联记录 涉嫌教唆泄密 以及马英九召开记者会 指责柯建明官说涉加重诽谤共两罪 一审台北地方法院日前判马英九无罪 柯建明提出上诉 台湾所谓高等法院 16号首次开庭进行准备程序 法院和议庭整合自诉人 及被告两方意见确认本案五大争议点 包括2013年9月1号凌晨 谁打给黄世民 黄世民9月1号中午为了何事来到马英九的寓所 马英九是否教唆泄密 黄世民提供的项目报告二 是否应属秘密之事 马英九在国民党部召开记者会 是否诽谤柯建明 柯建明委任律师提出上诉 主张马英九有教唆行为 也有教唆结果犯案明确 且柯建明没有违请王金平进行司法官说 马英九明知言论内容不实 所以鉴请法院撤销原判并改判 马英九在庭上说 他没有犯罪 一审法院判他无罪 十分的正确 柯建明委员他还提出上诉 证明了他对三年半以前 他官说司法个案的违法施格行为 完全没有任何悔悟认错之意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因贪污被判刑的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 日前因公开出席活动 在16号已收到了台中监狱行文警告 公文表示 若扁参加活动不报备 要将其抓回牢里 不料陈水扁收到后暴怒 记得将公文握在手中揉捏成团 并大骂丧话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中监狱发给陈水扁的公文提及 受刑人保外就医应以医疗为主 但查及媒体多次报道 陈水扁曾多次离开援助所 参加公开性参会 剪彩典礼活动 未向中监报备核准 监所更是经过媒体报道 方才得知 显见其作为有预约注意事项规定之余 公文中特别提醒陈水扁 他在2015年1月5号 曾出具保证书 保证会确保遵守保外就医 应行注意事项 台中监狱最后更是警告陈水扁 应确实遵守规定申请并核准 以立本监判断 是否与治疗目的相合 即有无违反保外就医规定 甚或应否反监继续执行 不料陈水扁收到台中监狱公文后暴怒 气得将公文握在手中揉捏成团 并大骂脏话 就岛内媒体对陈水扁此番举动的报道 陈水扁儿子陈志忠 16号再度出面灭火 郑重其事保证称 一切只是捕风捉影 扁家躺着也中枪 对此国民党16号晚间讽刺说 蔡当局干脆所谓特赦陈水扁 不要让他再临持法律制度 另据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证实 今年8月登场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已发邀请函给陈水扁 且称可以举所谓的台独棋参加开闭幕式 但是柯文哲同时表示 我们只是发邀请函 能不能来由法务部门决定 对此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鸿威强烈不满 痛批柯文哲投机 一些岛内舆论也质疑 难道台北市要把世大运 办成所谓独派大聚会吗 而台法务部门对此则称 保外就医受刑人外出 有相关规定与考核办法 目前尚未接到申请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6号通过社交媒体 为自己同俄罗斯商讨反恐事宜 进行辩护 称自己有绝对权利和俄罗斯分享事实 特朗普此番表态是为了回应 美国媒体15号 关于他曾向俄罗斯泄密的报道 特朗普16号早上在其推特账号上说 我当时想和俄罗斯分享 与反恐以及航空安全有关的事实 作为总统我绝对有权利这样做 此外他呼吁俄罗斯大幅度提高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恐怖主义的力度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说 特朗普上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和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会面时 向俄方透露涉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 高度机密情报 报道称被泄露的情报来自美国的盟国 此次事件或将引发盟友对美国的信任危机 报道公开后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马斯特表示 特朗普和拉夫罗夫没有讨论涉及情报来源 或者情报获取方式 也没有讨论未经公开报道的军事行动 最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 16号在日内瓦正式启动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 分别与前来参加和谈的各方代表团 进行了六场密集的闭门会谈 德米斯图拉在会谈后没有举行新闻吹风会 也没有向外界透露会谈的信息 和以往一样 本轮和谈依然采取进阶会谈的方式 即由联合国作为调停方 分别与续各方举行会谈 然后在续谈判各方之间穿梭传话 德米斯图拉此前曾表示 他的目标之一是推动叙利亚各方进行直接和谈 但是目前这一设想得以实现的条件仍不成熟 参加本轮和谈的除了叙利亚政府代表团 和主要反对派代表团高级谈判委员会之外 还有两个与叙主要反对派存在分歧的反对派代表团 开罗小组和莫斯科小组 德米斯图拉此前曾表示 和以往和谈相比 最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晚和谈时间将更短 互动更多以及更有效率 在形式上将更像是一场商业谈判 他说最新一轮和谈的议题 依然是和以前确定的四个篮子 即组建民族团结政府修订宪法 重新举行大选和反恐 但是在本轮和谈中 也会选取部分更容易的议题 予以集中讨论 以便尽快取得进展 德米斯图拉还表示 与以往不同的是 联合国方面在本轮和谈期间 将不举行新闻吹风会 也不建议和谈各方向媒体吹风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消息 泰国一家机构 日前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 今年入境泰国的中国游客人数 渴望在去年超过920万人次的基础上 再增长5%到7.5% 预计为泰国创造旅游收入 约940亿到960亿元人民币 增幅为7%到9.4%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称 自去年泰国政府采取措施 整顿零团费旅游团问题后 入境泰国的中国游客市场进入了调整期 今年1到4月 入境泰国的中国游客人数为319万人次 同比萎缩约7.4% 不过与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同比萎缩20.7%相比 中国游客市场正逐步好转 并且在今年剩余时间里将更加明显 该中心认为对泰国旅游业来说 目前中国游客市场正面临着诸多挑战 因为吸引中国游客前往各国旅游的竞争激烈 尤其是亚洲各国都重视吸引中国游客 包括对中国游客实施便捷的签证政策和服务 在营销中推出新的旅游产品等 不过在泰国整顿零团费旅游团秩序后 泰国的市场地位得到提升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15号 抵达美国华盛顿正式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 埃尔多安将在当地时间16号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晤 双方将就叙利亚问题 难民问题 以及打击伊斯兰国问题进行讨论 埃尔多安曾表示 此次访美预设着两国关系新的开端 伊朗第12届总统选举候选人 现任第一总统埃沙格贾汉吉利16号宣布退出竞选 贾汉吉利当天发表退选声明 并向现任总统鲁哈尼表达支持 据报道 伊朗将于5月19号举行第12届总统选举 在贾汉吉利宣布退选后 伊朗目前总统候选人人数已降至4名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6号确认 韩美双方商定 韩国新总统文在寅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6月底 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谈 青瓦台公报首席秘书银永灿说 青瓦台外交安全工作组组长郑义荣 当天与来访的美国白宫国安会 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会面 就两国首脑会谈时间初步达成一致 韩美双方将继续就会谈具体日程和议题进行协商 伊拉克军方联合行动指挥部16号宣布 政府军已经解放了摩苏尔西城89.5%的地区 当天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言人 叶海亚·拉苏尔与美国主导的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 在巴格达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目前摩苏尔西城被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 仅剩约12平方公里 占西城总面积的10.5%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 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那尔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16号 以智能家时代制胜未来为主题的 第四届中国机器人峰会 即智能经济人才峰会 在宁波渝瑶举行 海内外知名科学家梁院院士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国家重大专项机器人专家 世界及中国500强企业负责人等 1500多位业界精英出席峰会 峰会将论坛和展览展示相结合 主题涉及人工智能 机器人最新前沿技术 创新创业 职业技能培训 投融资 供需对接等内容 大家来贡商未来发展的大迹象 引领产业 引领技术的发展 现在的技术变化太快 然后产业和应用也在持续地进行变革 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搭建一个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企业领袖 共同探讨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大家 共同研讨未来的新的技术 包括新的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 于瑶是中国机器人分会的永久举办地 智能经济 能工智能的流行词汇 在这个浙东小城 不是抽象的概念 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 随着能工智能技术 和以物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为代表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机器人的深度融合 机器人产业正在进入技术爆发期 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毫无疑问 此次分会也是要助推机器人产业发展 东南卫视记者浙江预要报道 身边的好人好事 释放着正能量 感动你我温暖人心 今天这位好人 就是我们身边的同事 东南卫视主持人徐子乔 15号的中午 他陆遇陌生妈妈 带着病危的孩子拦车 徐子乔 火速将危难之中的母女二人 送往了医院 昨天中午12点多 徐子乔从家里出发 准备去车辆年检 车刚开到小区门口 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孩子 焦急地拦了她的车 徐子乔注意到 这位妈妈手中的女婴 脸色已经清紫 因为她说话就已经带着哭腔了 然后表达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觉得非常的紧急 而且是个小孩 可能有生命危险 所以当时也没有多问 就让她上车了 路上徐子乔拨打了120 联系了这对母子的家人 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医院 把双闪打开 不停地按喇叭 不停地按喇叭 然后我就心里在默念 一定要是绿灯 一定要是绿灯 结果两个红灯 没有办法 我一定要闯过去 我这辈子没有开过 这么快的车 再失去 一路风驰电掣到了医院 可惜女婴已经没有了呼吸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 又应家长要求转院 但最终孩子还是没能救回来 非常非常的难过 惋惜 学习一些怎样急救小儿的方法 防护措施 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技能的话 我们在第一时间 知道如何去抢救自己的孩子 保护自己的孩子 或者其他的孩子 我想会避免很多 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 女婴因窒息导致死亡 省人民医院儿科医生表示 如果孩子不小心吞进异物 导致窒息 应立即拨打120 同时家长务必保持冷静 尽量让孩子咳嗽 有利于去除喉咙里的义务 由东南卫视主办的 东南在路上主题系列活动 暖心母亲节 魔幻泡泡秀 日前在福州大明城社区举行 母亲节这一天 东南卫视主办的 东南在路上主题系列活动 暖心母亲节 魔幻泡泡秀 走进福州大明城社区 与大明城小金星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一起度过了一段轻松快乐 温馨的时光 现场活动互动多多 场面火热 魔幻泡泡秀亲子互动 手工制作爱夜包 小朋友们手工制作明信片 写上对妈妈的祝福 还有义务检发 眼部检查 口腔检查 赠送药膳庙方等 爱心公益项目 让平时忙碌的妈妈们 静享节日之乐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 海家新干线官方微博 和东南卫视官方微信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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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